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你更爱我多一点 你向左我向右 总是无法通不走 你往前我往后 谁满反派 但越这样 我越是想摇头 头牵着你的手 你向左我向右 总是无法通不走 你往前我往后 谁满反派 你的左手 千万右手 才能幸福在 每个路口 那你们说说吧 今天到这里来 到底想干什么呀 唐夫子快人快语 我就有话直说了 我们今天前来 是想接伯南和豆豆 回沈家庄去住 你说什么 你居然来我家 把女儿接到你家去 娘 不要说了 我为什么不能说 我明白了 豆豆 你是不是跟他们串通好了 来逼你爹就范呢 是不是 豆豆 爹 你别骂神仙姐姐 是我叫爹和娘来的 我真的很想他们 可是 我又不想跟神仙姐姐分开 所以 所以我 唐夫子你别怪他们两个 是我放心不下伯南 所以才想接他和豆豆 回家住几天的 不瞒您说 自从伯南生病之后 我时时刻刻都是守着他 看着他 帮他穿衣服 喂他吃饭 哄他吃药 真怕他会冷着 怕他饿着 怕他会有病痛 我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他 这次他离开家大半个月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真是想他快想疯了 唐夫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 我们现在的心情 伯南如果是个正常的孩子 我们绝不会 厚着脸皮前来叨扰 就因为伯南真的有病在身 我们做父母的看着心疼 真是舍不得呀 就请唐夫子 让豆豆跟我们一块回去吧 是啊 爹 伯南他从来都没有离开家 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他也很想念他的爹娘 您就答应我这一回 让我回到沈家庄 住上一段时间吧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你天天为别人着想 为什么不为自己考虑考虑 现在好不容易跟沈家断了关系 你要跟他们回去 你以后还怎么嫁人哪 这有没有关系的 大不了就不嫁就是了 这样子的话 我还可以 照顾你和娘一辈子呢 你胡闹 娘 你 豆豆 我带了伯南爱吃的几样点心 你陪他出去吃吧 我们和你爹有些话要说 走吧 乖 跟豆豆去吧 嗯 乖 唐父子您放心 豆豆的终身大事包在我身上 将来我一定会为他找个好婆家 绝对不会让他受委屈 将来 将来是什么时候 是不是想等到你们家儿子 不再需要豆豆照顾了 你们才能给他自由 别以为我不明白你们心里想什么 柏南一天离不开豆豆 豆豆就一天不能嫁人 你们是想把豆豆 困在你们沈家一辈子 沈夫人 你们也太狠心了吧 唐夫子你误会了 我向您保证 只要一年的时间 不 八个月 只要八个月 八个月之后 我们就会送豆豆回来的 不用八个月了 我敢保证半年之内 这小子就呜呼哀哉了 你再说谁呜呼哀哉啊 你怎么知道柏南只剩下半年的寿命 行医问药 最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妾 如果连这点东西我都瞧不出来 那还敢自成神医吗 还不让别人把我的腿都打断了 你说什么 柏南只剩半年的寿命 你这么说 你 你 你们是存嫌上我的女儿守活寡呀 你们简直是一关禽兽啊 你们 你 唐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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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你 你还笑 你还笑 你打我干吗呀 我干吗不打你啊 你明明知道他们儿子有事 你不告诉我们 你说 你收了他们多少好处 你 这饭可以随便吃 话不可以随便讲啊 你打我骂我我忍了 你毁坏我名誉可不行啊 这话要传出去 大家还以为我余生一直干吗的 见钱引开的小人哪 你还不吃小人哪你 你的心 给狗吃了对不对 你是不是人 你有完没完 你跟他们是阴入货色啊 狗咬吕东斌不是好人心 你还不吃小人哪 我不可老娘们儿动 我 我走 滚 滚 滚 你们二位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人鹅 送客 滚 滚 滚 是 那我们告辞了 相平 我们走吧 走 相平 没有用的 你滚不滚哪 滚哪 你不走啊 别别别 唐夫人 人鹅 唐夫人 速度无礼 别这样 相公 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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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相平啊 唐夫子 唐夫人 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好 当我知道波南的寿命 剩下不到一年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我这个做娘的 心里有多痛苦 我甚至在想 难道这是我们对不起窦窦 对不起唐家 上天给我们的报应吗 老天爷为什么不惩罚我 为什么不夺走我的生命 却要让波南来受这份罪 我只要一想到波南他时日无多 我夜里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真的很想为他做点什么 我知道波南 他是真心喜欢豆豆 所以我们两个才候着脸皮上门 想请你们让豆豆跟我们回去 让他可以陪波南 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让他走之前都可以快快乐乐的 你们放心 你们放心 我们不会亏待豆豆 博南走了之后 我们会将所有属于博南的财产 全部送给豆豆 住口 我们唐家再穷 也不会卖女儿 不不不 哎 姐那并不是那个意思 坦白地说 豆豆的确是个做生意的好苗子 而且这段日子 在我们万宝寨 他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汤夫子 你应该了解 豆豆他有很大的本事 难道你就舍得 让他一直卖豆腐吗 这实在是委屈他了 我跟我家老爷早就商量过 等我们老了之后 就会把万宝寨 交给豆豆来经营 我肯定他会比其他人都做得更好 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绝对不会再把我的女儿 送到沈家庄 唐夫子 别再烦了 平之弃矣 为雷之耻 先民之声不如死之久矣 无父何户 无母何事 初则贤婿 入则迷智 父兮生我 母兮居我 扶我 续我 长我 育我 育我 复我 出入复我 世音姐姐 我现在可以吃点心了吗 波南 爹 爹 你也看到了 波南他其实不傻 他只不过是生病了 您就答应我 让我回去陪他几天吧 爹 该吃药了 爹 该吃药了 我可是我还是打的 我看他的事 你看我现在明天的爱人 为傲儿 我现在要做一个问题 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 也算了 李伦白 爹 既然博南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那我就更加要陪在她的身边 不是吗 半年的时间不会太久的 我很快 又会回到爹爹的身边的 爹 你不要为难我好不好 爹 我求你了还不行吗 你就让我回去吧 爹 我得杀闺女 你怎么这么杀呀 爹 爹 人各有命 这不是您跟我说的吗 我相信 遇见柏南 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怪他 反而我还很感激他 感谢老天爷 让他这么真心地爱我疼我 所以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不会后悔 我都不会后悔 谢谢爹 不管进入沈家 是对还是错 我现在只想照顾问他 陪他度过最后的时间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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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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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回家 回家 走 快点 快点 快点进去 快 看到他们小两口啊 轻轻热热的 我这颗心总算是放肆了 小平啊 真是委屈你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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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三少爷受伤 宝石被抢了 水 水 我要喝水 你醒了 我要喝水 好 来 慢点 我这儿在哪里啊 这是白杨客栈 你已经昏迷三天三夜了 我昏迷了三天三夜 你不记得了吗 我们大家在树林里面遇到了劫匪 你替我挡了一切 自己却中毒了 干什么呀 你的伤还没有好 别乱动 我没事 我只想去树林看看 那些劫匪 有没有留下线索 来不及了 昨天下了一场大雨 把所有的证据都毁掉了 你现在去了也没用 这是 你就是中了这根毒针 所以才昏迷不行的 这根针 好像不是中原产物 没错 没错 看上去 像是来自关外的 你打算怎么办 小二 洗澡了 洗澡了 终于可以洗澡了 多谢公子 你慢慢洗吧 我去外面守着 喂 你走了 我一个人怎么洗啊 你说什么 你想让我帮你洗澡 我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没见过别的男人光屁股 还没见过你自己啊 是 来 接着 是 帮我来搓背 哎呀 快过来帮我搓搓背啊 这么多天没洗澡了 浑身又臭又痒的 哎呀 难受死我了 哎 哎 对了 你不是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吗 我告诉你啊 我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重新做回我风流倜傥的沈伯刚 喂 你愣着干嘛呢 过来帮我搓背 哎呀 紫棋啊 实话告诉你吧 我还真不愿意让你给我搓背 你说 你说你要是个女的 那你多好啊 那 每天我们就可以饮酒作乐 你给我搓背按摩 甚至还可以洗冤腰育 哎 是不是 哎 紫棋 哎 不行了 你快诉说 嗯 小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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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生气呢 喂喂喂 少爷 该生气的人是我吧 请你帮忙擦个背 差点把我脖子给拧断了 这笔账我找谁算去啊 那 我告诉你 我数到三 你要再敢生气的话 我就 客官 您的面来了 请慢用 喂喂喂 小二 活了活了活了 你这边会不会也太干净了点吧 连个肉丝都没有 我怎么吃啊 是这客官他说要 你别管他 你听着 过来 我要醋溜鱼片 龙井虾仁 荷叶排骨 红烧蹄膀 狮子头炒珊虎 松鼠过鱼东坡肉 好的 一样都不许上 有这碗清汤面就够了 下去吧 行 小二 来了 喝 我还没跟你计较 你倒先记起筹来了 你不累一帮我搓澡吧 也就算了 你总不至于虐待我吧 是 我承认 我大难不死 但我活醉也没百少受吧 你说 这几天 我哪一顿吃过好的了 你看看 你看看我这 都瘦了一大圈了 你再不给我好好薄薄 我估计连马背都上不去了 就因为你这么多天 都没有吃顿好的 肚子里面一点油水都没有 要是把那些大鱼大肉 都吞进肚子里面 你那肠胃瘦得了吗 万一你再倒下了 受罪的可不止你一个人 没日没夜照顾你的人是我 我能好说吗 这位客官 不是我多嘴 您这位朋友还真是好样的 您躺在床上那段日子里 他可真没少照顾你 他想说 你吃热的 你喝点气 你喝点水 一口气 你喝点水 最后我吃了 你喝点水 这位公子帮助我 让我心里真快活 人说行善众善果 他日为你念佛陀呀 念佛陀 我吃 好吃 都是我一时大意 才养成大祸 我就说嘛 三弟年轻气盛 办事不劳 带着这么贵重的宝物 居然露宿野外 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爹 我说让我去吧 你非说伯刚机灵 这下好了 是够机灵的吗 二少爷 三少爷也是因为 体恤伙计们跑了一整天的路 这才建议我 在树林生火扎营 这原本也没错 没想到敌人使了个圈套 这才找了道 三少爷还受了重伤 现在还躺在客栈里呢 谁知道他是真的受伤 还是畏罪不敢回家呀 我起 少说两句 胡掌柜 事情发生之后 你们有没有向当地的官府报案呢 报是报过了 可是那个小树林 刚好是两县制的交界处 事发之后劫匪逃走无影无踪 两县互相推诿 到现在还没有落案呢 怎么说 想找回玉石的可能性 是微乎其微了 那位王公子说 要是追回玉石 不能光靠官府 等三少爷的伤好了以后 他们会负责追回玉石的 借口 那伯刚的伤要不要紧啊 我在回京的路上 接到王公子的快信 他说三少爷的伤已无大碍 爹 您就放心吧 我相信伯刚 一定会把玉石给追回来的 再说了 咱们万宝斋 齐珍亿宝 成千上万 大不了 咱们就选一件其他的 送给皇太后 也只好如此了 薄琪啊 把钥匙交给豆豆 我让豆豆到库房里去看一看 还有没有什么合适的 献给皇太后做杯受礼的 爹 我去不就行了吗 豆豆又不是我们沈家的人 他哪有资格进我们沈家的库房 我们沈家从来没有把豆豆 当外人看 我让你把钥匙交出来 你听见没有 爹 薄琪这句话的确说得没有错 以我现在的身份 不适合进库房 大少奶奶 您就别再颓壤了 您思维缜密 头脑灵光 再加上女人比较了解女人 指不定 这次全靠您帮忙了 胡大将 以后闭嘴 这有您说话的份吗 住口 胡掌柜是长辈 你是怎么说话的 什么长辈啊 还不就是个领我们沈家 宫家的狗奴才吗 我告诉你 别挑三拣四 挑拨是非 你 混账东西 我让你念的书 你却念哪儿去了 我让你交出钥匙 听见了没有 好 老爷 你给我站住 老爷 二少爷 老爷 老爷 二少爷 伟 伟 伟成侯来啦 这 沈庄主 你真有一套 知道太后重如礼佛 居然想打造一尊观音 来做受理 你真不愧是 酒精商场 足智多谋的老江湖啊 回侯爷 太后潜心向佛 众所周知 祖光敬献寿礼 只是为了 聊表一些心意罢了 足智多谋这四个字 实在是愧不敢当啊 沈庄主 本侯爷听说 你费了不少力气 弄了一块 上好的蓝田北玉 怎么 你是不是打算 用这块玉 来雕割佛像啊 是是是 想不到侯爷的消息 来得这么迅速啊 本侯爷听说 这块玉直立超过两尺 质地细致柔美 有如少女的肌肤一般 本侯爷一生月宝无数 还从未见过如此美玉 神庄主 可否拿出来 让本侯爷瞻仰瞻仰 启禀侯爷 可惜您来晚了一步 玉石已经送之玉作坊 进行雕琢了 恐怕只能等到 观音佛像完成之后 方门恭请侯爷一关了 小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 跟沈家有什么关系 回侯爷 此女子只不过是一个 出身贫寒 毫无见识的野丫头罢了 以为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薄齐 不得无力 小儿言语无状 还望侯爷海寒 侯爷 小女子名叫豆豆 的确家境贫寒 衣食无拙 承蒙沈老爷善心收留 在沈府当中 做一些清洁打扫的杂事 只不过是混口饭吃 刚才小女子一时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多说了几句话 忘请侯爷海寒不要见怪 好 好一个伶牙利齿的小丫头 长得还蛮俊俏的 本侯身边 刚好缺少这样一个丫头伺候 豆豆 我看 你以后就跟着本侯爷吧 本侯爷不会亏待于你的 多谢侯爷谈案 只是豆豆出身示茧 不懂大户人家的礼数 万一要是贸然进入侯府 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那也会让侯爷您脸上无光的 不如 让我待在沈老爷的身边 多学习一些规矩之后 再去伺候侯爷 这样可好啊 好 好 那就等你学好了规矩之后 再来伺候本侯爷 来人 沈庄主 这是一百两黄金 稀释每玉来之不易 希望 你能够好好地刻这个佛像 只要能博得太后的欢心 我保你万宝斋 万事亨通 多谢侯爷太爱 多多 本侯爷可等着你啊 恭送侯爷 恭送侯爷慢走 公子 麻已经给您备好了 您这会儿就走 好 对了 小二 想请你帮忙 把这封信交给京城万宝斋的沈老爷 对了 这个你拿着 公子 这太多了吧 无妨 切记 一定要把信交到沈老爷的手里 行 您放心 此情 此情困难重重 急凶难了 我不想连累你 珍重 你们俩 仪儿 花儿 大师 就知道你会跟上来 知道我会跟上来 干吗还一个人偷偷溜走 你到底有没有 把我当成朋友 自杰 我就是把你当朋友 才担心会连累到你 你不想连累我 难道我就安安心心地 让你一个受伤的人 自己上路 有本事一个人逃走 就应该有本事别叫疼 沈大哥 我知道你一心想追回玉石 可是你知道 应该往哪儿去追吗 四季 你听说过拜月教吗 拜月教 我没听说过 抢走玉石的 就是拜月教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抢走玉石 拜月教的祖先 起源于西北山区 挡向巴士里的拖跋士 在宋朝时 他们族内发生了分离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一路往东而来 他们在途中 又与宋军发生了冲突 被一路追赶 于是进了太行山区 从此 他们就避山不出 自立门湖 不仅不和外界联系 而且还十分仇视汉人 难道一直以来的朝廷 可以容忍外族 在中原自立门户吗 大宋时期 也曾多次出兵围剿他们 但是拜月教 在太行山区 守住了一块 特别险峻的地势 易守难攻 朝廷 不仅屡屡无功而返 甚至死伤惨重 最后 他们只好停战 但是经过观察 发现拜月教 已经成为了一个 完完全全对外封闭的社会 根本就不和外界联系 所以 最后就再也没有出兵 从此 他们也秋毫不凡 倒是相安无时 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多 是不是 已得罪了拜月教的人 所以他们才抢走玉石 作为报复 那倒没有 我只知道 他们十分仇视汉人 这次想要夺回玉石 必定要深入他们的老巢 想必是危险重重 一不小心 就会丧失性命 此季 你要知道这块玉石 不仅对于我爹 甚至对我们沈家 上上下下都至关重要 我 我如果因为危险重重 就胆气不浅 枉为难自汉 可我也不能拖累你啊 难道只能你做难自汉 我就不能了吗 别忘了 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 要是我不懂得知恩图报 那不就更枉为大丈夫了吗 我们不一样 你 自己 你身负血海身仇 我不能拖你跟我一块去送死 再说了 是我把你拖进这件事情里面的 我必须对你的安全负责 你有完没完了 从来没见过一个大男人 像你这么婆婆妈妈的 你现在是血流不止 我看没等别人出手 你早就去见阎王爷了 我现在数到三 你最好乖乖地滚到车里去 一 好了好了好了 坐稳啊 驾 老爷 薄冈在信里头说了什么 薄冈说了 他已经查出 玉石为何人所盗 他要我给他五天的时间 他一定能带回玉石 五天 五天来得及吗 如果他五天之内 能够带回来 或许我还能赶在 太后受担之前完成 但是他五天回不来的话 只怕 爹 您就放心吧 薄冈不是在信里头说了吗 他有把握在五天之内 把玉石给找回来 他那小子身手敏捷 而且又聪明 您和娘啊 就放心在家里 等他的好消息吧 话虽如此 但是 老爷 你不如让作坊的师父 先用黄金打造一座 三尺高的观音佛像 如果到时候来不及 至少还能用这尊佛像 先鼎鼎 可是侯爷那边 我怎么交代呀 爹 我倒是觉得 娘这个主意不错 那天那个侯爷 我一看他 就不是什么好人 大不了的话 我们就这样 我们也给他准备一份厚礼 塞他的嘴 说不定到时候 就转为为安了 好 眼下也只能如此了 我这就去作坊 跟那些师父研究研究 对了 爹 明天晚上你早点回来 什么事啊 我和万全说好了 明天晚上准备给伯南 催眠治病 到时候 你得在现场看一眼啊 好吧 快点快点快点 小奶奶小奶奶 你快看 法师来喽 法师 这 你这搞什么鬼啊 我不是来搞鬼的 我是来 猪鬼的 猪鬼 我这一次 已经把乌依之术的口诀 全都背首了 而且呢 还参考了六大门派的秘籍 绝对是守道秦来 万无一失 你有病啊 我是让你来帮沈伯南 做催眠术的 又不是来降妖除魔的 你弄成这样子 像什么话呀 我是来催眠的呀 豆豆 你没听说过吗 自古以来呢 明医多为道士 这医道和巫术 本来就是一体的 再说了 沈伯南 不管是由内魔引起的外魔 还是由外魔引起的内魔 反正不管有没有魔了 我们都需要给他除一除魔 扫除他体内的污秽才行 我看你才有污秽吧 你信不信 我先取你这根妖魔 别跑 逗逗 过来你 逗逗 那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去把沈伯南叫来 我当场演戏给你看 很灵的 沈伯南呢 伯南 在郭嬷嬷聊天呢 聊天 这样舒不舒服啊 郭嬷嬷 舒服 舒服 舒服极了 伯南少爷 你是跟谁学的呀 我跟我娘学的 我生病的时候 我娘每天都给我拧 我就学会了 伯南少爷真聪明 希望你娘 能真心诚意地照顾你一辈子 不用不用 我不要我娘照顾 伯南现在是大人了 可以自己照顾我自己 伯南不但要自己照顾自己 还要照顾郭嬷嬷 伯南少爷 真是好孩子 郭嬷嬷没有白疼你啊 郭嬷嬷你等一下 郭嬷嬷你喝茶 伯淇嬷由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伯淇 我听大人说 伯淇又被爹骂了 你爹为什么骂他 伯淇不乖啊 他骂胡大叔是狗奴才 还骂神仙姐姐是野丫头 伯淇对神仙姐姐可凶了 我是大哥 下次看见她 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她 博嬷嬷 你别难过了 等神仙姐姐把博南的病治好 博南一定天天都陪你聊天 都博嬷嬷开心 博南少爷 你真相信 豆豆能把你的病治好吗 万一她失败了呢 不会的 不会的 豆豆是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是有心术的 一定可以把博南的病治好 我的好孩子 郭嬷嬷对不起你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绝不会让他这么做 不会让任何人来上海 都办好了 法师啊 你让我办的我可全都办了 你不能骗我啊 要给我一瓶回春药泥 回春药泥啊 好说好说 对了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老瑜家的祖传秘方 我知道了 神仙水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理解了 对了 你现在喝两口 只能喝两口哦 两口 你都喝掉了 甜甜的很好喝 还有吗 这么大块头 喝掉整瓶应该不会过凉 好 好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你先 你先去床上 等我一下啊 我马上就来 我还得去床上躺下等你啊 对啊 快点了 快点了 يا trainees 鬼 你还等什么 你还等什么 你好坏哦 好 你先躺下 像 好了 知道了 你 你把嘴巴撅这么高干什么 好了 人家什么都懂了 你不要以为人家没有经验了 你 你懂什么 让一个女的躺在床上 然后还得闭着眼睛 那你不是就想玩亲戚吗 亲戚 好了好了 虽然我的心里面最喜欢的是我的博男少爷 不过为了我的回春要泥 我就豁出去了 来吧 你 你想什么呢 大大 我严重警告你啊 我的心里只有唐豆豆一个人 我可不像你 见一个爱一个 三心二意水性洋化 你 你快躺好了 亲戚 把眼睛闭上 嘴巴收起来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了 你先深吸一口气 然后慢慢地把气沉到丹田下面去 然后再把气从下腹慢慢地推出来 慢 慢 再慢 再慢一点 再慢一点 不玩 不玩了呀 沈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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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大大说 你把腿摔伤了 要不要紧啊 严不严重啊 没事 一点小伤 不碍事的 才不是呢 沈柏南可疼了 刚刚一直流眼泪 沈柏南 你别哭 我帮你看一下 来 沈柏南 人家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刚刚跟余神医学了两招针灸 可管用了 我帮你试一下 你帮我真惊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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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柏柏 你先别乱动 沈柏南 你帮我看着郭柏柏 别让她乱动 不能 少爷 你别听逗逗的 郭柏柏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你先住手 真的没事 郭柏柏 你别耽声 沈柏姐这可厉害了 她一定能帮你治好 你忍一忍痛啊 不要碰啊 不 不要 郭柏柏 你这个腿好像不是摔伤的呀 是被人踢断的 是谁把郭柏柏的腿踢断的 郭柏柏 你告诉柏南 柏南替你去打他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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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南少爷 别听逗逗胡说 没这回事的 我没有胡说 是真的 前几天我差一点抓到 杀死简大夫的凶手 虽然最后让他跑掉了 但是呢 我在他的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我估计现在那个人啊 应该也跟你差不多 疼得直掉眼泪呢 好像也是这个地方 郭柏柏 你放心 我帮你施两针 施完两针之后 很快就会好的 逗逗 你在干什么 娘 娘 你来了 沈颜姐姐可厉害了 她说她差点就抓到 杀死简大夫的凶手 是吗 而且她还说 郭柏柏瘦的伤 跟那个凶手的伤一模一样 那个凶手被沈颖姐姐 踢得直流眼泪呢 擦肩儿故事 不想看见你 不明知 有陌生的表情 就算在坚持着 不过命运思念还有什么意义 我好像从明天开始忘记你 你的爱像流星划过后 你的爱像流星划过后 却没了踪影 到明天 到明天来临之间 可不可以 回到昨天不要再相遇 我好像从明天开始忘记你 我的爱像水 经过随风只剩下泪滴 在天亮一切最后一次想你 明天以后不要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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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